我覺得這個在踏上肩上位的舞台呢 感覺心情特別不一樣 因為在大家的權力應援 以及精密的計票之下呢 我們的POPPULADY呢 今天全員到齊 很好 感覺大家氣勢非常驚人 精神非常抖擾 11月20號呢 POPPULADY的最新音樂EP 已經正式發行 有沒有買 會不會唱新歌 會齁 今天在現場的大家手上這個非常厲害的粉紅色加油棒 代表大家滿滿的愛心 而現在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準備好了嗎 我們就要請POPPULADY的登場為大家帶來最精彩的歌曲演唱 Ladies and Gentlemen 歡迎POPPULADY Oh yeah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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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超小的POPPULADY的先就定位之後呢 準備要為大家帶來今天第一首精彩歌曲的演唱囉 大家一起熱情尖叫吶喊 POPPULADY 華邊女孩 YOUHOO 好 i love you i hate you i'm so sorry 121235 you're a goss up girl 121223101 12125-2125 I'm a goss up girl I'm a gossip girl I'm a gossip girl 那個唱歌 寫得有點陷 雨灘在更深 看得流血相鬼 是否什麼劍化 說得鬼臉 整個狂風看見的 閃得住一間線 都很噴水 睡醒了不噴水 他們在做個文化的劇 很美 她很愛你 真是配她演 但情緒在鬼臉 真是好賤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m so sorry 1212 誰在唱歌前 1212 女人在對舞 You're a gossip girl You're a gossip girl 1212 常見耳骨 1212 就從花老鼠 I'm a gossip girl I'm a gossip girl Yeah 這個禱 peoples I hate you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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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unut叏 我地圖臨 bypass 渣取述憤盤 畫面裡還沒有誰沒有派 pans blij出神 自己形容進新瓜 新闻当笑话看 话别女孩们听 我说谁认真谁就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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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you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路 One two one two 留在飞舞 You're a gossip girl You're a gossip girl You're a gossip girl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You're a gossip girl You're a gossip girl I'm a gossip girl I'm a gossip girl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We're gossip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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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one two 走着街道座 One two two 走着街道座 We're gossip girls 走着街道座 嗨 尖叫聲不要聽啦 耶 耶 神體實力大躍進耶 POPPULADY你們好 大家好 還有媒體朋友們 健康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POPPULADY 哈囉 我是HER 哈囉 我是HER 哈囉 我是HER 我是KINGJEN 我是大元 我覺得今天能夠聽到大家說 嗨 我們是POPPULADY真的好感動喔 真的 滿開心 真的超開心 所以今天我覺得呢 對於這個POPPULADY 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對 對 大家能夠可以這個 齊心協力一起為音樂事業來打拼 很像重生的感覺 真的 浴火鳳凰的感覺 因為其實今天是淘汰賽之後 是 第一次五個人一起出席 沒錯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可以來 就是給我們這麼多的元氣跟鼓勵 真的 非常非常棒 感謝好 這麼多音樂團 你們一大早就來這邊練習 沒有間斷過耶 真的 好辛苦喔 有嗎 真的 龐兒 你要哭了嗎 還沒 還沒 還沒有再聽 大元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 其實我們剛剛上台前很緊張 除了就是怕沒有人之外 這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公開表演花邊女孩 社主大哥 所以我們剛剛 很緊張 有緊張怕五部出錯歌 直唱錯之類的 對 但現場大家覺得這個POPPULADY 表現幾分 一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那搶一下我們是麻煩這個工作人員先幫忙 保管一下麥克風 我們讓這個POPPULADY的舞台背板前方 先來拍攝第一輪的照片 好 謝謝 來 麻煩一下 謝謝 來 哇 感覺這個POPPULADY的全員到齊 神清氣雙 聽你們感覺好開心喔 背板前方我們先稍微拍一下照片 好嗎 OK 那就一樣喔 麻煩那個紅獅一樣指揮女孩們的視線 好不好 好 來 左手邊先看一下下 當然這個11月20號呢 發行的這一張最新的音樂EP Gossip Girls呢 也給大家了很多不一樣的全新面向 造型上面的感覺女孩們的更大人囉 長大了 右手邊看一下下 有一點壞壞的危險小女人的感覺 而且這個舞力啊 整個外型上面的唱功都做了更大幅的調整跟實力的提升 中間再看一下下 剛剛提到過齁 真的很像是三溫暖一樣的心情啊 之前做雲霄飛射像大怒神一樣上上下下的 不過呢還好就是唱片公司看到了大家的努力 歌你的應援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呢 POPPULADY呢 哇 We are back 我們重生了 真的 OK嗎 好 裡面的攝影OK嗎 右手邊那邊再補一下下 喔 真的齁 而且我覺得現在大家眼神都更帶細 剛剛這個唱畫片女孩的時候呢 還有一些那種器具化的小小的表演揉得在裡面 感覺真的很棒 中間再定格看一下下 好 當然呢這個女孩們感覺的更自信 經歷過了這一次的考驗之後呢 大家感情更堅定了 好 左手邊再一下下很快喔 Final Round 好 OK 謝謝大家 麥克風請回到女孩們的手上 喔 不過說真的齁 這個經歷的上個禮拜的心情之後啊 你們女孩們回家 能在宿舍抱成一團痛哭嗎 再哭一次 我覺得因為 在現場實在是已經哭太慘了 因為回到家門 可是整件虛脫的狀態 整件虛脫了是不是 天啊 對 真的 那寧萱妳呢 就是回去就覺得心裡真的是滿滿的感謝 就覺得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今天真的不可能有人會站在這邊 真的 真的耶 剛剛天啊 我覺得真的是看到了 第一名那種不可思議的動員力 對不對 對 真的 而且裡面應該有數學天才吧 有 那種諾貝爾數學獎的得獎者 超會算的感覺 所以今天呢 這個11月20號呢 專輯發行也帶來這個好消息 今天的全員集合 所以等一下應該還要為大家多唱一些歌喔 好不好 是一半才得 當然沒有聽成這樣你看 都曬成那個 臉上都曬紅了 曬黑了 都受傷了 所以呢要多唱幾首歌 兩半會一下 好 那今天呢 是這個populating的全員集合 為他們的最新音樂一批 帶來這個好消息很棒的 今天唱會 唱片公司當然也不能例外的 還是要幫你們送上一份大禮物 來激勵你們的士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華奕唱片送上 哎唷 哇賽 這是所謂的傳說中的黑箱嗎 傳說中的黑箱嗎 還要黑箱 還要黑箱 唱片故事 最近對那個真的很敏感 很敏感 我也很敏感 他就不要命了耶 不知道我們現在要求一切要 公開透明 要和你忘啊 公平公正 對 所以看到黑箱會怕怕嗎 因為我們第一次知道 我們沒有做這種事情 對 所以才敢拿出來 對 當當問心無愧 對不對 所以呢 黑箱裡面不曉得做什麼東西 可能是一個炸彈之類 哈哈哈哈 不是震撼蛋 但在之前呢 我們這個跟著這個 漂亮亮亮的黑箱 女孩們站在開著大回哨 好不好 因為是這個 Stay's Giving嘛 感恩節麥克風還是收一下 齁 這個黑箱也是做得這樣 漂亮亮亮的喔 好 他們裡面會有什麼樣的 Supplies呢 我們都很好奇 來 左手邊先看一下下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感覺 今天女孩們的笑容 都很燦爛 都是發自內心這種喜悅 而且真的是很感謝歌迷的音源支持 感謝大家 中間看一下下 等一下黑箱打開 究竟會是什麼呢 我們是我們這個 施大哥的電話 或者是什麼樣的 神秘禮物呢 大機票 不知道耶 好期待喔 可能是喔 大元寶 畢竟2015年已經到達歲末年中了 好 OK 等一下這個321呢 在這個現場 大家的倒數聲當中 一樣把這個 黑箱給他打開 好 演唱片真的很帶重齁 來跟大家證明 我們是沒有任何黑箱的 So girls you ready?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在用嗅覺是不是 用嗅覺感應 大元幫那個 用你的那個 透明眼睛的第三次眼感應一下 可能是什麼 大元說 欸 欸 小心 是一分有味道的禮物是不是 OK 所以雨傘 還好嗎 好 沒事喔 我們這個現場麻煩大家 幫忙倒數5秒鐘 來把這個黑衣箱給打開 裡面到底會是什麼禮物呢 現場倒數 5 4 3 2 1 請打開 吃好料啦 山珍海味 是我們的帝王蟹 希望呢 帝王蟹 希望呢 帝王蟹的那個音樂實驗 能夠呢 爭爭日上 而且呢 稱霸歌坦 就像這個帝王蟹一樣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先收一下道具板子 這邊先收一下 對對對 我們開始收一下 小心 哇 這隻這個帝王蟹齁 張牙舞爪的 紅通通的 希望這個帝王蟹呢 走過這一次的這個 小小的心裡的 小小緊張戰之後呢 也能夠像這個 我們帝王蟹一樣呢 非常的爭氣 而且呢 冒出這個 搶搶過的爭氣呢 一鳴驚人 繼續呢 在這個歌壇 大紅大死 哇 不過呢 我這個相信喔 帝王蟹們經過這一次呢 全員戰鬥指數 一定是在提升 好 右手邊看一下下 喔 喔 這個蟹真的很誘人耶 好 希望這個POPPULADY呢 今天辦完的這個 辛苦的簽唱會呢 可以好好的享受 這個帝王蟹 帶著感謝歌迷的心 大家的女孩們呢 團結在出發 喔耶 OK 再定格看一下下 哇 紅通通的帝王蟹齁 好彩頭啦 喜氣洋洋 好 右手邊再看一下下 好 下次我們就辦那個慶功簽唱會的話 是一人一隻好不好 不然那五個人搶一隻 吃不夠啦 是不是 雨傘就咩啊 對不對 知道我們很愛吃蟹嗎 好 來左手邊再補一下下 可愛的笑容 我覺得真的是很替Puby Lady感到開心 太愉快了 今天這個結果 很豐收的果實 跟這個秋天的秋蟹一樣 最美味的 這樣的果實 OK 得來不易啊 好 感謝大家 好 秋蟹替大家收一下 所以這一次這個新專輯 11月20日也正式的發行 感覺你們整個造型上面 很大人耶 有一點小性感 壞壞的感覺 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下 好不好 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的 專輯的概念呢 是在講說 其實也在講媒體 跟我們藝人之間的那種感覺 然後一起跟大眾 就是大家可能會一昧的 接收媒體給的資訊 可是其實應該要 好好的去審思這件事情 到底這個新聞對妳來講 是不是有幫助的 然後其實像這次我們可能有點壞壞的 有點小性感 是因為我們五個人飾演了不一樣的 心裡有點像黑暗面的感覺 對 黑暗天使 對 所以就會希望大家在看到我們五個 所以會找到說 欸 這個人就是我心裡面想的那樣的 就把它放大了 就是有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共鳴的歌曲 對 所以今天是這個希望透過妳的歌曲 大家可以那個審思一下 而且要有那個判斷力 對不對 不要被大家被媒體的這個報導給牽著走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最強出現就是以而傳而 對 對 所以呢 要經過自己思考 然後呢 去證實過之後 然後再說話會比較好 是的 那我們這個三位女孩們 有什麼對專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這次可能練舞啊 歌唱方面 練舞 那我講我自己好了 好 因為就是 嗯 我現在就是正在一邊拍照 一邊就是宣傳 但其實沒宣傳到 都是姐妹們幫我宣傳 然後我真的非常謝謝她們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 怎麼了 怎麼了 就是因為 就是都在戲劇上面 所以比較沒時間跟她們練 然後 嗯 所以像剛花邊女孩 也是前兩天 終於好不容易我有時間 然後跟大家一起跳 然後不知道大家覺得跳得好嗎 好啊 沒錯 所以一方面我覺得 妳應該不是在說 自己自己那個沒有實力參與 沒有時間參與大家 沒有實力參與 不是 沒有時間參與大家的練習 應該是說妳很有慧根 只有兩天也可以練得這麼好 對不對 有沒有進步了 之前那個前唱會來說 我都記不起來 對 然後現在就馬上大進步 進步神速耶 大圓 太怕被淘汰了 但她現在又瘦 記憶力又好 真的耶 太完美 好棒喔 真的謝謝公司 時間淘汰是在我 馬上迅速地成長 整個人那個層次變得很高對不對 真的 太厲害了 秦軒妳呢 這次專輯的過程 我覺得 我們這次很多曲風 而且我像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我們剛才表演的那首畫 對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嘗試就是 鼓點樂然後融合嘻哈 而且舞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就是有 一直在跟對方有對手戲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練舞的過程 我都一直覺得 是很好玩 你在偷懇人 對 可以堅持妳是姪姪 不是 對 是姪姪 歸姪姪 歸姪姪 而且因為我們有發現 就是大家在上網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 Ju Me這個歌曲 然後覺得很疑惑 可是其實她是在講一個 她是一個態度 比如說一下我愛妳所以 I love you 一下又我恨 然後說Ju Me就是那種 所謂的Ju Me 有那種感覺 所以在這首歌裡面會嘗試 會聽到真的很多戲劇的感覺 了解 很有張力的歌曲對不對 OK 寶倫妳呢 那我覺得是 我們服裝這首差很大 就是 差很多 真的差蠻多的耶 對 然後就是有給大家 有一種快換 然後有點暗黑的感覺 對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好像都有長大一點 嗯 這個方面都長大了啦 對不對 就是希望這張專輯呢 Gossip Girls 可以給大家 完全不一樣的發展 是 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很期待等一下 跟你們這個面對面的切瓶時間 今天呢 我們開放福利 你們的歌迷這麼用心死命的 來幫你們做應援 所以等一下呢 每上台的簽一本歌詞本呢 可以跟你們有機會拍合照 對 一張歌詞本可以拍一張 最多十張照片 OK 所以呢把這個好消息跟大家宣布之後呢 我們讓這個 PubviewLady呢 先來做一下我們的媒體聯訪 好 謝謝 來我們先 請你們先休息一下下 舞台上面我們準備好了呢 就請你們回到舞台上來 謝謝雨傘 好的 那呢 平面的朋友應該拍照的OK齁 可以齁 等一下呢 我們讓這個PubviewLady呢 台上這邊 麻煩我們這個文字記者們 對的 台上請 請 請